胡荣华传世经典天才骑录第十奖大斗鸳鸯炮 1974年个人赛胡荣华与江苏象棋大师戴荣光狭路相逢 后者曾拿过全会的第六名机身国手行列 骑风雄尽破烂布局善于创新 胡司令使出绝学鸳鸯炮以致大动干戈 开局戴荣光选择中炮 胡司令选择跳马 红方马尔进三黑方挺足红方出鞠黑方鞠五跟八 红方选择过河鞠黑方跳马必然 红方这里选择马八进七准备呢 让黑方形成两头蛇黑方足三进一必然 红方选择平炮准备出鞠 这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下方 下到这里呢胡老师没有选择常见的正常出鞠或进炮打鞠 比较稳健呢可以选择打鞠之后再选择平炮对鞠 那么以下呢把鞠对掉之后双方呢归于平稳 胡老师呢是比较喜欢啊去复杂的局面啊 寻求一些机会 所以拿他这个局面选择了炮八退一 形成高低配置的鸳鸯炮的一个形式 红方这里选择出鞠之后 黑方鞠一进二给炮伸根 将来呢富有平炮打鞠的手段 红方呢不敢怠慢 赶快鞠八进四抬起巡河 否则呢被黑方一打 红方的鞠只能回家 那肯定是要吃亏的 下到这里黑方不宜直接打鞠 否则呢对方可以先吃鞠之后 再把鞠躲开 黑方先补一手相 以镜之洞看红方的动作 黑方在这里呢形成了 布置线的炮与下二线的炮高低配置 将来呢有各种打鞠 各种送竹之后再打鞠的手段 非常的灵活啊 我也是被称之为鸳鸯炮的一个形式 那下到这呢红方选择拱边兵 准备针对黑方的边鞠采取行动 黑方时不我待 直接阻五进一发动攻势 显然这里红方呢是不能选择冰吃 否则呢黑方平炮打死鞠 所以红方这里只能选择鞠吃 吃掉之后呢 胡老师进炮打鞠的同时用鞠给马伸根 这里红方呢不宜选择进鞠别炮 如果选择鞠七进二 黑方可以平炮打鞠 红方只能选择吃鞠 吃黑方打鞠 那现在马登鞠炮打马 红方只能呢去退鞠捉马 黑方马七进六直接跃马上来 子力非常灵活 红方的两匹马呢严重受攻 黑方占优 因此啊红方鞠七进二 可谓是一步假棋啊 这个鞠呢即将被黑方消灭 所以呢红方选择鞠二进一 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那现在啊 佐马受攻 黑方也不能轻易跳出去 否则呢鞠炮将变成无根 所以胡老师呢选择炮八平三 直接要求打鞠 形成一个交换 红方只能吃掉 黑方炮打鞠 现在依然是采鞠打马的一个双打 所以红方还是只能退鞠 黑方呢也只能接受 这个几个刚才的差别呢 在于啊 现在黑方的炮在对方的冰口 所以你不能走马七进六 所以黑方也只是选择接受 用自己的一匹相对活的马 去交换对方比较弱的马 因此呢红方啊也获得了一些便宜 走到这里呢 黑方的左鞠右鞠还是有一点弱点啊 所以说呢赶快选择退一组 准备将来鞠一平四或鞠一平六 把鞠杀出 红方兵武进一 应该说呢也是恰到好处的一步好奇 那么将来啊 俘有继续兵武进一冲击黑方中路 此外呢还有马三进五踩炮的先手 给了黑方很大的压力 那么黑方这里肯定也不愿意去对马 如果选择用炮打掉 红方的炮打过来呢 将来啊这个棋呢 左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红方的子力非常灵活 黑方不愿意轻易对子 选择了强硬的鞠一平四 胡老师的棋呢 非常的灵活啊 有的时候呢 只有神来之彼 看起来把鞠塞住了相眼 摆给对方一中相 这是一个坏棋啊 但是呢 胡老师啊就敢于走这样的棋 那么红方吃相也是必然啊 因为你不吃 我鞠把棋点起之后呢 那么你对黑方的阵型呢 没有任何的威胁 所以红方呢也只能吃掉 吃掉呢 胡老师弃掉一相之后 补试固防 那同时呢 威胁炮打死局的先手 所以呢 红方啊赶快躲开 那相当于呢 黑方丢一个相 弃一个相 就换取了一个先手的机会 那胡老师呢 再选择点局进来 控制一下兵线 红方 回马金枪 戴荣光这里退马踩炮抢先 将来服有炮五平二 应该说呢也是一步不错的选择 黑方呢 赶快进去卡住 避免对方马踩炮的先手 那下到这里呢 红方大体有两种选择 也可以考虑呢 直接平炮先叫杀 这是退马之后的计划当中的选择 黑方呢 只能选择出将 红方再选择平炮过来 形成一个顿挫的先手 将来呢 有马五进六的威胁 黑方呢 可以考虑下底炮 红方 跳马一将 抢一个先手之后 再补试固防 那以下呢 黑方将形成比较激烈的啊 复杂的一个战斗 可以说啊 是一个互有顾忌的局面 实战当中啊 戴荣光还是没有这么下 他呢 先防了一手啊 走了一个炮九平八 很显然呢 是防止黑方下底炮 当然也是不错啊 那走到这呢 胡老师选择了一步向三进五 把向飞起啊 应该说呢 对于自己的底线 有一个保护 那么红方呢 暂时是不能吃相的 否则呢 黑方有个打死局 下到这里啊 应该说呢 进入了终局的一个转折点 戴老师呢 这里啊 实战走了一个炮五平六啊 应该说呢 是让局势呢 恶化 正确的走法呢 应该选择平炮 威胁一下黑方的底线 当黑方出将之后 再选择平炮 走一个顿挫 这样呢 可以抢一手棋 那么如果这么下呢 黑方大体有两种选择 无论怎么下呢 红方都是不怕的 第一种选择呢 就是比较稳健的先进将 把老将先进来啊 毕竟对方的炮呢 瞄着这个四路的老将 肯定呢 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那么红方呢 就可以选择直接把马跳出来 你黑方呢 选择平局抓相 我就飞起来 那么如果你选择 进炮去打马呢 我可以跳马去踩双炮 所以说啊 这个棋呢 红方是完全不拒 那么第二种走法呢 黑方可以考虑去进炮 选择进炮呢 红方也有相应的招法 这里呢 就直接吃相 把相吃掉之后啊 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去打局了 那么你打局 我平局一将 再选择退局 全身而退 黑方一无所获 红方大战优势 因此啊 我们通过分析 刚才这这样一个局面下呢 红方应该先选择平炮 去威胁一手 再选择炮平六 是比较得当的 那么红方直接把炮放在这啊 相当于呢 浪费了一手棋 相当于啊 黑方老将进来之后 还轮到黑方走 那么在如此复杂 关键的中局呢 浪费一手棋 这是致命的 尤其是你面对的是 最顶尖的棋手 那下个事呢 胡老师选择炮三退一 直接呢 狙抓炮抢先 红方上马给炮伸根 黑方进炮 再去打马 再抢先 那红方这里呢 就比较难受了 因为啊 你的马不敢乱动 动了呢 炮就被白吃了 你也不能轻易拱兵 拱兵的话呢 我将来可以炮二平五百中炮 卡住你的马脚 来一个空头 或者是炮三退二 再打马 红方呢 都很难受 所以啊 这个棋 红方在这里呢 差了一手棋之后 只能被迫选择弃马 选择平炮 那胡老师呢 欣然接受 先把对方的马给吃掉 取得多子的优势 红方下敌一将 再选择补试 那么这里如果选的 直接吃相呢 黑方也是平拘 把炮咬住 实际上差不太多啊 这里红方呢 选择上市 挡住黑方的拘炮 黑方呢 要赶快退拘 当你吃我的相呢 我还是把拘拉过来 咬住你红方的底炮 下到这儿呢 红方先躲一手 胡老师选择平拘 咬住 那接下来呢 黑方有一个炮打边兵的棋 将来呢 对边炮有威胁 所以红方呢 用一手棋啊 把边兵挺起来 下到这儿呢 黑方选择跳马 准备呢 开始进攻了 红方一看啊 这个棋呢 也没有便宜啊 也没有实际的一个进取 只能选择交换 吃足一将 黑方吃 红方吃 虽然说啊 这么下呢 黑方看起来是亏了一个足 但是呢 黑方啊 也通过这样的交换 化解了底线的威胁 双方各有所得 胡老师这里走 拘久平息 咬对方的三兵 红方呢 这个兵啊 就被捉死了 实战当中 红方把炮拉过来 黑方直接吃 当你将军 我再退过来 红方选择平鞠 把黑方的鞠呢 给吸住 下到这里啊 应该说呢 黑方已经控制了全局 但如何把优势 转化为盛势呢 我们来欣赏 胡荣华老师啊 中后盘的 精妙韵子 这里首先呢 选择把炮退回来 准备啊 将来把中兵 先给消灭掉 红方呢 也没有办法 只能眼看着黑方的 去打兵 实战当中 选择冲骑兵 去加强助攻 黑方摆中炮 红方冲兵 黑方就打兵一将 红方只能飞起来 这里呢 再选择退炮 去谋取兵足 红方啊 依然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少子的坏处 是吧 人多欺负人少 你是眼看着 一点招也没有 红方选择 继续冲兵 黑方呢 顺手欠阳 把边兵先干掉 虽然说红方 有一个退居抓双 但是啊 由于你的炮呢 也被我给牵制 这个底线啊 相当于是一个 互相牵制 所以黑方呢 我简单躲一躲 就可以了 你也不敢吃我 吃我吃炮 直接叫杀 那我聚炮双足 这个请你红方 一点机会也没有 所以红方啊 只能选择禁居 再去骚扰一下 黑方顺势逐武进一 不给红方 任何的骚扰机会 红方这里横兵 应该说呀 选择横兵呢 还不如啊 冲下来 或者是寻求 一些其他的骚扰 感觉这个兵呢 脱离了主战场 为了吃一个鞭足呢 延缓了 红方的一个骚扰的速度 那么让黑方呢 可以放手进攻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那以下 胡老师一看啊 对方呢 对我没有什么 太多的威胁 那么构建一个 铁门酸的阵型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胡老师的具体操作啊 先走一个炮九平六 那这里面的孕子啊 是非常得当的 首先有一个中炮 扣住对方 那么把另外一个炮 放在什么位置呢 就放在雷道上 当你吃我之后呢 我就把炮退回来 好 我有一个中炮呢 锁住你 用另外一个炮 将来搭一个炮架啊 就锁住你的老帅 让红方所有的防线呢 无法动弹 这里红方呢 选择靠兵 黑方就仰角式 那现在我们发现啊 黑方的两个炮呢 到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 把红方的防线全部锁死 红方这里呢 走得也不够顽强啊 退居抓足 黑方就冲 退居再抓 黑方就横 感觉呢 有点给黑方赶步的意思 那下到这呢 红方一看啊 没有任何的便宜可占 选择再回来 准备较姜 去抽炮 黑方可以继续送出 那么以上几步棋呢 红方连续抓足 连续去骚扰 没有实际的效果 反而呢 让黑方连续拱了几步足 红方的形势呢 已经是不断的恶化了 实战当中 红方选择继续靠兵 胡老师呢 准备继续冲足 但是现在又不敢冲 你要往下冲呢 他将军把中炮给吃掉了 所以呢 先做一个事 不让你中间有将 将来这个足啊 就准备要卡住你的肋 卡住你的向眼了 红方呢 这里选择抓 黑方就简单躲一手 否则呢 他吃完炮吃你足 黑方呢 也无法容忍 这里呢 选择靠兵 红方 黑方呢 就先出个老将啊 必要一手啊 红方呢 没什么棋 选择鞠啊 退回底线 为什么鞠退回底线呢 因为你不退啊 我一会要上将 我上老将之后呢 准备鞠下底啊 你红方呢 也很难防了 所以呢 索性啊 先把鞠退回来 那将来你要上老将呢 我可以退炮去僵你啊 去骚扰你 那下次这呢 黑方啊 从容的选择下足 基本上就锁定了胜利 红方呢 选择拱鞭兵 也是无奈 这没有棋可下 这不是红方呢 没招 关键是你少人 对吧 你要是再有一匹马 再有一匹炮 那就形势就不一样了 黑方呢 再往下冲 这样呢 就锁定了红方 红方基本上就完全动不了 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 胡老师呢 这里啊 微微一笑 选择退炮 将来呢 准备仰角士 这里啊 仰角士一支 红方呢 败局已定 因为啊 将来呢 强强宋卒 这个局呢 也就丢了 实战当中呢 选择将军 再选择冲兵 那么黑方呢 下足一将 没有办法 铁门酸 你只能吃 黑方炮打局 红方丢局 只能投子任父 胡老师啊 利用最后 非常精妙的控子运子 最终呢 非常精彩的 取得了这番节的胜利